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萨尼亚 云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金娜 护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彩王 徐孟杰 想我们就来Doki找我们吧 每期火箭少女101上台以来收到了各种声音 有报道说你们为了呈现更好的舞台非常地努力 你也跟在比赛时带队羊帮队友抠到动作 我想问 私下脸的话 在其他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活动不通呢 有啊 就是我们之前就在准备单曲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一起学舞蹈 然后舞蹈也难度挺大的 然后就大家就一起练习啊什么的 就还是会跟以前一样 19岁的你经常被粉丝调侃 具有浓浓的老干部风 对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昨天小七还说我老干部了 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过一个粉丝说我就是 我发了一个三个这个 就是赞赞赞的这个 然后我看到有些粉丝说 可能我爷爷才会用这三个表情 认证吧 我自己也认证 本丝形容你是爱情骗子 偷走了一员的心 请轩怡说一句最爱情骗子的话 你知道吗 我是爱你的 对 来 我要 买菜就飞 吴轩怡有101种打开方式 那你最喜欢什么状态下的自己呢 我的话还是我都可以 其实说实话因为都是我嘛 今天大家怎么肥四 今天大家怎么肥四 吴轩怡你没睡吗昨天 睡啦 这个啊 就是跟个人有关 就是心大 天生的 没办法 对 就这样 好 你知道网上都在说你的经历体质吗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利用好自己的超能力呢 不是 每次你 我那个微博我一打开 然后看到私信一堆人在向我祈愿 我就想 我自己都没许过愿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什么 朱远 我找到女朋友 什么 我女朋友赶快跟我和好吧 然后什么 保佑我 什么 升职下官 什么的 考试能过什么的 然后我感觉 我是上帝嘛 每天搜到的就各种许愿心 他们又会说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 大娟18岁前最想做什么事 我想要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嗯 你说家人是我们吗 是的 就是和所有的 这么慢 恶复的这么慢 团员一起出去旅游 然后还可以一起拍个团宗什么的 不就旅游和团宗都有了吗 大娟为什么喜欢自拍脸占半个屏幕 是吗 没有吧 就是 我看她这么多 我就是不太会拍嘛 然后就 找我呢 可能怼的比较近 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 你知道我跟彩虹一个屋 然后我看她自拍 我自己还是不会啊 她老是拍 但我也还是不会 被粉丝发现 凌晨四点还在冲浪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其实有时候只是可能是后台没有关 就是那个没有关掉嘛 所以可能就显示在线 但是我很高兴 大家挺关心我的 他们好像经常有评论我说 眼袋好大 黑眼圈很重 不要再上网冲浪了 其实还蛮开心的 我会注意的啦 然后你们也注意身体 听说你答应给粉丝写歌 再写了吗 我觉得因为我很重视这首歌啦 所以我觉得 我想让自己更优秀的时候 再写给你们 我那个回答 粉丝吐槽你除了答应 跳我瞎都是骗人的 比如不撩妹 不熬夜 发粉丝福利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再撩妹啊 还没有 没有我其实是很真情实感的 说每一句话的 所以 就是每次啊 我们换衣服啊 然后鸭米他会说 来 再拖一点 再拖一点 来让我看一看你 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 就属于这种你们 还不撩 我是关心成员的身体健康成长 大家都说你是团队中的可爱人的 那你认为你是团队中最可爱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你觉得谁是最可爱的呢 我觉得不是我 轩宇家的猫咪 叫猪猪 之前在超话里面做了一个赖美鱼你吃不到活动 你现在最想吃 但是又吃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当然有看到啊 那天我想刷下自己的美图全部都是食物 他们为了就是那种拉仇恨 然后他们就弄了一个活动 然后我那天刷我的超话 就完全就不是赖美鱼超话 完全就是那种美食评论 美食区 全部都是除去中国各个地区的美食 然后还有外国的 还有那种甜点主食 然后还有一些小零食 零嘴那种安利的东西 想问子宁 粽子宁 在哪年 嘎嘎鸟和铃生大哥 这几个外号 你自己更喜欢哪一个 就是有一天我真的问过他们 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 他们就说是因为我名字的拼音 zzn这样拼来的 我可能比较喜欢粽子泥吧 我爱吃对 我看见他我会有一种有胃口的感觉 软软糯糯的 听说子宁只学了一年的舞蹈 接触跳舞之后 是不是觉得跳舞很有挑战性 也很上瘾呢 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舞蹈呢 就之前我一直觉得 我可能拿不下来跳舞 然后后来练了 就觉得舞蹈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可能比较喜欢那种 可以尝试稍微偏性感一丢丢 然后小清新一点 然后酷酷的也喜欢 在现场进行呼喊的时候 平常会出现 散逆 散逆 杨云琴 杨云琴 等这种呼喊的battle现象 就想问 是觉得喊散逆好呢 还是喊杨云琴好呢 其实散逆是我的艺名 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叫我散逆了 因为散逆比较好记 有一次呢 孟美琪 我就说到什么 我名字还什么的 杨云琴 粉丝在喊杨云琴还什么的 他就转过来问我说 杨云琴是谁 然后我就 是我 所以还是叫散逆好了 我觉得 前两天呢 一条关于琴儿妹妹的话题上的热搜 让我们看到了 可爱有软萌的你 但是呢 牛依未在微博里的冷漠三连 别老不去 要钱的 获得了粉丝给你的冷漠无情杨云琴的称号 那么你在现实生活中的性格 更偏向于哪一种方面呢 肯定是琴儿妹妹啊 因为最近他们也都叫我琴儿妹妹 你什么时候把琴儿妹妹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在这里啊 对琴儿妹妹我更喜欢 但是冷漠无情杨云琴可以在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 平时除了搜集自己的表情包以外 上网冲浪还做些什么呢 我事情干可多了 你知道我现在就是爱网上冲浪最近 是吧 大家也都知道哈 然后呢 我每天可以看自己的表情包 因为他们就是最近说什么什么要进群 我就看的时候看到了 然后他说是不是收集就是给我做表情包才能让我进去 然后疯狂的给我做表情包 我就在网上看 我看一天我会笑一天 一个人就看着表情包生 在萧山的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 让大家对你的评价 从全身都很有女容的女神经 变成现在的直男老妇 以及最经常被队友吐槽太直男的点有哪些 女神经是吧 我觉得我挺女神的呀 我要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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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就是大家是觉得我直男的外表下 有一颗很少女的心 你并没有这样觉得 你不觉得我直男的外表下 其实从头到尾很女人味吗 那你还是发表情包吧 好 下一位 请会讲选出自己最爱的表情包 最爱的表情包 这个 作为团里的自拍小男手 你究竟是怎么拍出这么多 可爱又自然的自拍照的呢 麻烦把你的秘诀传授给我们吧 还好吧 这个 那我就说一个认真的 对 就是要拍100张或者上百张才能挑出那两张 就是我们宿舍 然后那一天 YAMI去拿快递 然后那个小猫咪就跟着她一起回家了 嗯 我看了就这么小 嗯 我一直以为你 你姓子 我姓张 但是你要觉得我姓子 也可以 来来来 我的名字到现在还没被人叫清楚 我都没说话呢 来 闪 我现在是干嘛的 温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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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要打我 想我们就来Doki找我们吧 有默契啊 有默契啊大家 有默契啊 有默契啊 不错耶 有默契 谢谢 那不是 ambi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